我想大家學習《聖經》用一個方法 這是有《聖經》根據的Jaius 發揚神的屬性 神祂整個的聖情叫屬性 屬性不只是愛、喜樂等 包括祂智慧、祂的能力 都是神的屬性 祂所有的質素來看《聖經》 因為《聖經》是時時用神的角度看萬物 譬如《聖經》說到你不要憂慮 它是說什麼呢? 因為天父連麻將都照顧 用神的角度 神照顧萬物 所以祂照顧你的 還有你有困難 耶穌已經知道 天父已經知道在先 所以祂早已為你預備 聖經的角度是告訴我們 這個世界在神的掌管之中 我們的生命你不用擔心 因為神有計劃 神的計劃已經在T上寫完 所以你想行神的計劃很簡單 你只是去信靠親近遵從神 你跟從神 祂就會帶你進那條路 你不用擔心我前面的路 走神的 因為聖經說祂在我們生命有奇妙計劃 就好像約室被出賣 約室就覺得 按照人來說就覺得很慘 那些歌出賣他 真的很失望 但是神已經有準備了 不是約室闖出來的路 不是約室改變 而是約室 祂只是親近神 信目神 神就將這個計劃實現出來 這就是神的作為 祂會一直為祂開路 以至祂將來做到宰相 這不是祂爭取回來的 祂爭不可以爭取的 所以 譬如 人用人的角度去勸約室 約室 你祈禱 你問神 你倚靠神 他只是用人的角度 那個安慰不大 但是用神的角度 神已經早有意味 祂招杀這一切 這些一切發生的事 不會改變神的生命計劃 祂一定有個奇妙計劃 你走他的路就可以了 就會出現的了 那是否有信心 即是說不用擔心 譬如有些人又擔心 死得不知會不會 會不會結婚呢 有些人未結婚的 有些年輕的子女 死得不知有沒有對象 那就擔心 但如果你用聖經的角度看 神已經將我們的生命寫在 神已經寫了 即是說你結不結婚 神已經寫了 有些人說這樣很慘 如果我寫了一段結婚 就算你不結婚 你都會是無福的 即是你都會是一個開心的 單身人士 可以給神大大使用 祝福很多人 譬如寶羅 他就單身了 祝福很多人 但神已經有準備了 那你就不用擔心 所以我鼓勵基督徒 不要追女生 因為神已經為你預備 他一定會實現 你不用去追回來 神會帶領你兩個 都有同一感動 但我們可以做的 就是我們建立好自己的性格 和人相處 這個方式的查經 是會幫助你 每一個經文看 你去發掘神的聖情 你就會更加 更加 是 喜歡神 更加覺得 很有信心 我們現在看這幾節經文 我們就用這個方法去看 我就希望大家回家 都是這樣的方法去看 然後 將來我們一看聖兵的時候 你就用這個方法解釋給我聽 因為今天持近關係 所以我自己直接解釋 好了 我們既恩信清義 這是第一點 這個恩信清義 就是聖兵所說的真理 就是 耶穌已經為我們熟罪了 是神預備的救恩 因為神已經為我們付了代價 所以我們信耶穌就得救了 這個比喻好像什麼 用一個比喻 好像有一個人去喝茶 已經發覺沒有帶銀包 就是喝完茶才發覺沒有帶銀包 如果是普通正常情況 需要怎樣 需要坐牢 或者馬上叫人來急救 快點拿些錢給我 或者自己去錄卡 馬上拿錢出來 那 假設這個是沒有方法 那又有另一個人 是他朋友 一走過 咦 為什麼你會坐在這裡不動 你吃飽了沒有 已經吃飽了 為什麼還沒動 不記得帶銀包 那如果那個人是他好朋友 沒有所謂的 我請你 我請你 就和你付了錢 雖然這個人 袋子裡面沒有錢 他可不可以離開這個酒樓 他可以 因為他已經付了錢 付了代價 有人和你付便可以 不理誰付 對嗎 同樣我們入天堂也是一樣的 就是 耶穌已經付了這個罪的代價 本來我們要付的 要交罰款 但是我們付不起 因為那個罰款 不是請了那麼少錢 那個罰款 是永遠的沉淪 永遠地獄 是很慘 沒有人付得起的 這個懲罰很大 沒有人付得起的 但是耶穌為我們付了 因為他是無限的聖結 所以他所有的罪 他都能夠遮蓋 他受了罰之後 他又不用繼續受罰 因為他根本沒有罪 所以那些罪罰了之後 全部 耶穌本身 是不會繼續承受這個罪的代價 譬如一個人要受罪的代價 他就要永遠受苦 但耶穌不用 因為他是無罪的 他為我們贖罪之後 我們就可以恩信清義 其實清義和卸罪有些不同 清義是甚麼呢 得清為義 就是說 本身我們不是好的 清為好 好像用一個比喻 譬如一個人殺了人 殺了人當然很大罪 假設他是有些原因殺過人 不過也是殺了人不對 但是呢 這個總統 就覺得他 都是出於愛心 有個原因 譬如我聽過一個這樣的故事 有一對夫妻 他們兩個很相愛 當那個法官判他們兩個死刑的時候 那個丈夫把我太太殺死了 人家問他為甚麼你這樣做 他說我不想他受苦 因為他見到我死 他會很受苦 我先把他殺死 譬如這樣 假設 那法官就覺得 這個人真的很愛他太太 所以不想他受苦 於是那個法官就說 宣佈你無罪 好了 可以出去 無罪 他當他沒有殺到人 就是殺了人沒事 但是殺人沒事 是否代表他是無犯公民 不是 他不會變成無犯公民 只是無罪而已 譬如一個犯了大罪的人 現在法庭宣佈他無罪 他不是 他不是 無犯公民 但現在神就說 不僅我們無罪 是會稱為一個義人 就是我們本身沒有這個完美的義 神已經稱我們為一個完美的人 就是殺人犯 犯庭宣佈他無罪 他是不是變成一個完美的人 不是 不是 他只是無罪而已 是嗎 當他無罪 其實他有罪 不過當他無罪而已 所以神單止當他無罪 是稱義這個意思 我要明白 是稱我們為完美 很厲害 我們恩信耶穌稱為完美 是否很好 我們才能來到神那裏 不是完美 不可以來到神那裏 然後 我們接著 這裏看到什麼是神的聖情 神很想救人 神很愛我們 這就是他聖情 神很關心我們 很想我們得救 他又很體重我們能夠聖結 所以他就把他的聖結賜給我們 叫我們能夠成為聖結 這些就是神的聖情 有什麼重要性呢 有重要性的 我時時都收到一些人的訊息 他們說 哎呀 我真的覺得很難親近神 我覺得神不愛我 我覺得我做不夠好 我常常 我祈禱又不夠好 這件事都不夠好 很多人跟我這樣說 那我就 告訴他 其實不是這樣的 神找你的 是神來尋找你 來拯救你 來救你 是神救我們 不是我們救好 是神找我們的 是不是神找我們的 所以是不是我們救好 所以神救我們 不是的 不是我們救好 當神找我們的時候 假設有一個人 假設你現在二十歲 有一個異性很喜歡你 他追你 他一直寫信給你 邀請你 送花給你 譬如這樣 做很多樣的動作 表達對你的愛 你會不會覺得很難去找他 如果他每天都寫信找你 每天都打電話找你 每天都想約你 你會不會很難去找他 你會不會覺得 哎呀 我很難去找這個人 這個人 對我無心的 會不會 不會 你說很容易 他每天都找我 我一回應就可以了 神就是這樣 神就是找你 就是回應他 他找你就可以了 你說神啊 我需要你 所以我告訴那個人 那個人說 哎呀 我又擔心自己是否得救 我未必是得救 我又沒有聖靈 我說 哇 神其實感動你 你會找我 你已經有聖靈感動你了 你 你只要說 神啊 我需要你 求你四面我 我需要你 求你四面我 神已經一定跟你在一起 其實你會有這個心 已經是代表神在找你 所以在我來說 我覺得親近神不難 為什麼呢 因為神找我們 只要說神啊 多謝你 帶你 感謝耶穌 神就會一定充滿我們 所以我們就會覺得很容易 對吧 因為是神找我們在先 所以這個經文告訴我 是神去救我們先 神想射滅我們先 神想將他的延遲給我們 只要你說 神啊 我需要你 我的認罪我需要你 神就給我們了 這樣想是否會容易很多 就不會覺得死了 神會不會射滅我呢 我犯了這麼大罪 神會救我呢 原來神是找我們那個 神是愛我們那個 接納我們 這個就是神的屬性 神是愛我們那個 接納我們那個 找我們 想拯救我們那個 當你每天都明白這件事 你就不會覺得神很軟 有些人經常都覺得神很軟 祈禱沒有反應 其實你不用反應的 你捉住神的精神 神說了你一親近祂 祂就親近你 祂一定是親近你 事實上是祂找我們先的 能不能拿到這個意思 當你深信一天都說 神在找我的 那你就會很容易生神 隨時起床 你就會說 多謝耶穌愛我 是這樣的 多謝耶穌愛我 是祂在愛我先的 我曾經聽過一個 看過那篇文章 我想這個意思 我想再解釋一下 為何我會用另一個 給大家解釋 我實際上看過一篇文章 有個作者就說 很羨慕一個熟靈的人 他就很想看他怎樣祈禱 靈收親近神 他就躲在他的房間 他就看他怎樣祈禱親近神 就看到他很親近神 很長時間 然後最後他就聽到他一句 阿爸父 這個人看就覺得很好 他只是跟天父好像阿爸父的關係 那樣 我覺得這件事是好的 他會能夠跟天父有這種關係 但我自己的回憶就是 為何要最後 為何不是開始 為何要開始 阿爸父啊 我現在來七天 我知道你尋找我 是不是要更加對神有信心 其實神在尋找我們 所以我希望大家 祈禱或者敬拜 我今天沒有感覺 死了 神不是和我一起 不要這樣想 神已經在愛我 神愛我先的 是不是很不同啊 跟我一起宣告 神愛我先的 神尋找我先的 神很喜歡親近我的 神很喜歡親近我的 所以我每次親近他 就算我有沒有感覺 他都在親近我 他都在祝福我 是不是這樣 會很有信心 原來神是這麼容易親近的 我希望大家把這種教導放在心裡 看什麼經文都說 神在愛我 看看什麼神的屬性 好 跟著下面 藉著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得與神和好 這裡我們看到 神很想我們跟祂和好 因為人因為有罪 所以跟神隔開 並且與神為首 因為信從肉體就是與神為首 但是神的心是很不想的 祂就預備了耶穌 來救贖我們 叫我們與神相和 就看到神有什麼聖情 神有什麼聖情 祂是一個和好的神 很想和人和好的 祂的聖情是和平的 我想問你 有沒有試過有人不喜歡你 跟著見到你 就不太喜歡 見到你不喜歡和你聊天 有沒有試過這樣的情況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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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和人和好都很難 有些人不喜歡你 很難和好的 就算跟你好的人 有時小小事情弄傷他 有些人都會很難搖樹 我們得罪神有多少次 很多 很多次 其實每個人 基督徒都試過不聽神 但是神都依然 這麼想和我們和好 就好像浪子回去 爸爸沒有計較他 你的錢去哪裡 怎麼搞到整身髒了 你幹嘛要跟上那些惡人 你又拿我的錢去 你知不知道我多辛苦 才賺到那些錢 他沒有這麼說 他就是抱著他 親他 很特別 很接納他 神就是這樣 就是主動和我們相和的 我們就看到 如果有一個人 他 家裏有個花瓶很美的 他叫你很小心去你家 千萬不要摸 但是你 是要很有心機去看看 怎麼看 一腳一碰爛玻璃瓶 碰爛這個不是普通玻璃瓶 這個花瓶很貴的很貴 你請他原諒你 容易嗎 容易 容易 就算他說原諒你 他都鼓起拋棄的 但是神是沒有鼓起拋棄的 所以我們來到神那裡 有另一樣東西可以深信 就是 他是沒有鼓起拋棄 他是很鬆的 很喜歡我們的 這個信心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每次親近神 神很喜歡我 神很喜歡跟我一起 當你這樣的心態 你的靈是很通的 很容易跟神相通的 好了 我們接著看第二節 神就是 很想跟我們相和 當你一透過耶穌 就已經跟他相和了 已經和好了 不用覺得他很軟 不用覺得他生氣了 他不生氣了 和他相和的 第二節 我們又藉著他 恩信進入現在所暫的這恩典中 並且歡歡喜盼望神的榮耀 藉著他 這個字是藉著耶穌的 因為上文都是說 藉著我主耶穌基督 所以這裏是藉著耶穌 能夠恩信進入現在所暫的恩典之中 因信呢 其實意思是說 我信靠就可以了 就好像有個人 就像我所說的例子 去喝茶 你沒有帶錢 有個人就跟你給了錢 只要你信 你接受那個禮物 你就可以走出去 前一分鐘 那些人是抓緊你的 後一分鐘 你是可以大搖大擺 這樣走出去 那這個呢 就是神呢 就是 我們恩信 接受 其實信呢 其實就是什麼呢 就是領受 拿這個禮物 就是信的 好了 進入現在所暫的恩典中 這裏有一個圖畫 有時候我們留意一下 聖經那些語言 是有時候用一些 figurative language 代表性的語言 就是用什麼代表性的語言 譬如說 珠山未曾生出 聖經有說這句話 那些山是否生出來的 不是生出來的 但是呢 聖經是 就是用 好像神的創造 好像生出來 這是一種figurative的語言 就是代表性的語言 我們看聖經都很明白 這是進入所暫的這因典中 就是一個代表性的語言 好像進入什麼呢 譬如你進入一間房 是不是 進入一個地方 進入 譬如說有些人很想去美國 哇 踏足美國 有些人很開心 有些人未必很開心 進入這個地方 進入這個地方 好像這個地方 就是一個 另一個地方 進入這個地方 而這個地方 是什麼地方 大家可以回答 是什麼地方 是恩典的地方 這個就是一個恩典的地方 這個地方 就是充滿恩典的 就是什麼 恩典就是什麼 是無條件的禮物 就是恩典 無條件的禮物 就是神無條件 寺給你的 恩典包括救恩 神的愛 神的照顧 神的祝福 神提升我們的生命 好 這裡就講到 你進入這個恩典的 之中 我們將來呢 就進入什麼 將來 離開世界之後 進入哪裡 天堂 天堂 喜不喜歡天堂 我們喜歡天堂 不過現在未去天堂 是不是 現在但我們未入天堂 可以入什麼 這裡 入恩典之中 是的 這個恩典是很特別的 恩典就是為什麼 為什麼呢 經常都是恩典 神都是無條件的愛之中 所以你可以想著 每天起床 我在神的恩典之中 我在神的愛中 在神的祝福之中 這樣的心態 我每天就進入神的恩典 即是你住在一間屋 這間屋就是恩典的屋 就是神的恩典就在了 這樣 大家拿不拿到 即是說 它有個圖畫 那代表什麼 神的聖程呢 神就是充滿恩典的 充滿禮物的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 你一個親人 經常都對你好 我以前 我第一個太太已經吃龍龜住了 她的媽媽 即是我惡母 她經常都 她真的好了恩典 她看到我 她很有趣 她馬上拿錢出來 塞在我手上 不要被人看得 快點飛飛心 即是她很想去祝福我 在那時候 我經濟沒有那麼好 她看到我 她就會這樣做 即是她是一個充滿恩典的 送禮物給人的 我們的神就是這樣的 是的 你進去恩典 她經常做什麼東西 都一直送給你的 所以我們在神裡面 就可以說 我們現在活在恩典之中 經常都是神給的 神就是充滿恩典 她就是一個施語的神 是一個祝福的神 是一個將很多禮物給人的神 那我 即是這個經文所說 就是神是一個恩典的神 即是這個屬性 我想說一說 因為剛剛有人說 恩典時代 律法時代 我想說給大家知道 這個觀念 我們要清晰是什麼意思 就是救揚時代 是在神的律法 但是 那個 即是他們在律法的大領之下 但是他們是否在律法 不是在恩典呢 我想大家想想想 大衛說什麼 得赦免其過 遮蓋其罪的 遮人自有福的 這是什麼 這是恩典來的 舊約是否沒有恩典呢 舊約是完全是恩典的 他們一樣要遵從律法 因為要遵從律法 不代表是沒有恩典 不過他在這個律法的教導之下 若他懂得怎樣去遵從神 但是並不是沒有恩典 所以這個教導 恩典時代 律法時代 這個是人的說話來的 其實在舊約一樣是恩典時代 不過那時候是未曾將這個恩典 全部顯露出來 一樣是他們獻祭 其實那些祭物 並不能夠贖罪的 也都是神的恩典 射滅祂的罪 當大衛認罪的時候 那丹斯斯跟他說的時候 大衛我得罪了神 那丹斯斯立刻怎麼說 神射滅了你的罪 立刻跟他說 所以其實舊約一樣是恩典的時代 不過用這句說話 其實有一個人叫Scoffield 他就將全歷史時期分為七個時期 就覺得舊約時期不是一個恩典時期 其實人和神相處一定是恩典之中 沒有恩典是人不可以活著的 一定是恩典 不過舊約的確 聖經有講到 是在律法的教導之下 但是一樣是恩典 即是在律法的教導之下 所以這個字眼其實 我會說不是完全是錯 不過我是不會用這句說話 我不會說是律法時代 我也是會說 他們在律法的管教之下 不過依然在恩典之中 所以其實在恩典之中是一個福氣 我希望大家回家 每個經文想一想 首先我重溫一下 首先這個經文我看到什麼 第一節 第一節就是看到神 是很想稱我們為儀的 很接立我們的 很想我們能夠 清義不單止是卸罪 還將一個完美的身份 放在我們身上 還有祂很想和我們和好的 祂是一個和好的神 所以不用怕神不喜歡我們 祂一定會接立我們 然後就是我們進入祂的恩典是信心 就是祂送禮物的 你就是拿就可以了 信心就是拿 就是我領受神的恩典 那你就可以入了這個恩典之中 入這個恩典之中 在我們世上 是不是在教堂的時候 就是在恩典之中 是不是在教堂的時候是在恩典之中 不是 是你無論去到哪裡 你都在恩典之中 是 所以我們天天應該怎麼想呢 哇 我在神的恩典之中 神不斷在愛著我 那你的心就很平安 很喜樂 很有 很有 就是喜樂 很有平安 很有力量 就不會覺得好像 哇 神很遠很遠 而一個聖直 神就是充滿恩典 很想將恩典給人的 我發覺有很多的基督徒 甚至有些教導 都是很多律法的 你要做什麼 你沒有做什麼 神要罰你 神要管教你 這些都是神 管教都是出於愛的 不過他傳遞很多都是懲罰的字眼 其實我們可以告訴別人 神很愛你很關心你 很想你改革 用這個說法不同 神很愛你很關心你 很想你改革 能夠活在神的愛中 就不是說 神現在去罰你了 神看到你這樣 聖經有說的 不過 當一個人有悔的心 我們不要用一個懲罰的 那個言語 和心態 因為 我見過很多基督徒跟我講的時候 就是因為聽了太多懲罰的字眼 他就慢著說 神不喜歡我 我達不到神 我做得不夠好 很多人都是這樣的 我希望大家都處理這種問題 OK 我送你 我出神 我愛你 我愛你